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USB-Wide Cable 是什么呢? 如果您看得明白,各客对CAS 的了解都相当丰富 第一个是iPad Home Sharing 其实是用iPad 来传取你内联网内的电脑 无论是PC 或是MacGate的资料库 特色是它是漂亮的 它把电脑的干扰完全割除了,因为它是无线的 iPad 本身已经用干电了 当然它也有一个屏幕,但这个容后再谈 音质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任何电脑都可以,你拿一部iPad 都可以 成本就低了 接着就是用USB-Wide Cable Wide Cable 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来说 USB-Wide Cable 铺电脑或iPad 这个就是铺解码 这是来自台湾KINGRES UD 384 解码 但问题是,现在你看到这个Y线 有两个扁头 两个扁头 这个和这个 有什么用呢? 它将USB 要传送的信号和电源 USB 里面有5W DC 电 分开来传送 信号在这里拿 电在哪里拿?在这里拿 这里是什么呢?这是一个KINGRES U-POWER,是一个干电供电 它可以将USB 电由这里出 信号在这里拿 将USB 可能夹杂到的干扰全部分开 另外,这个供电 亦可以同步给7.5W DC 给USB 解码 即是现在这个解码 都已经是干电供电 这个U-POWER 充满电都可以玩了6个小时 所以还要同步相互输出 算是挺好的 接着这里是一个模仪输出 你可以接到HIFI 或者有缘喇叭 或者任何信号都没问题 这个就是数码输出 如果还有另外一个解码 都可以用来再接拨 这个就是整个系统的架构 iPad 要如何设计呢? 很简单,任何iPad 都可以 无论是最新的iPad 或最新的iPad 都可以设计 进去设定 在这边 你见到iPad 1可以慢到这样 接着是音乐 接着你会见到这里有一个Apple ID 你在这里进入了Apple ID和Password 记得这个Apple ID和Password 是一定要跟你电脑iTune的Apple ID和Password 是一样的 在iTune上你一定要开启家庭共享 当然它也要求你进入同一个Apple ID和Password 然后进入音乐 然后按更多 没错了 按共享 接着你会见到我的iPad 另外下面各人CAS这个部分 亦就是Home Serving 我已经按了 如果你第一次按的话 它会因应你的资料库的大小 就要慢慢有一个 有一个原型的物体慢慢转移 要复权整个Data Base 才可以正式听 好了,试一试播 再三强调 这个iPad 1 里面是没有歌的 你现在看到这么多碟 其实全部都是 在我的iTune 里面有2000多个碟 另外要再三强调就是 用这个Home Serving 的方法 碟里面的歌 原本是16bit 44.1kHz 或者是24bit 192kHz 都可以直入直出 一定比AirPods Express 或是Apple TV 甚至可以与很多 你收拾过的电脑看齐 先播一下这个16bit 44 唱片的封面 快乐 反应也挺快的 24bit 192kHz 24bit 176kHz 那些 最好播放 要久一点点的 我现在的Mac Mini 也是使用Wi-Fi的 全无线传送 这个音质可以说是 你拿一部便宜的电脑 是很难做得出来的 整个系统有什么不好呢? 唯一一个不好的 就是 它一定要在iPad 上弄 你看到USB 线和信号线 都不可以太长 所以 除非你是属于 HeadFi Desktop HiFi 可以接近你的系统 很接近的 如果你像 一个正式的HiFi 才会这样 把机器和你的黄套位 离得远 就像明天交的 每一次转过停 你都要走一下 去搞iPad 才行 好